Hello 各位我是葉小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一下ChatGPT 我今天忽發奇想 在ChatGPT上寫了 會不會有十條 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問題 或者問的問題 跟小剃琴和音樂有關 當然ChatGPT是無所不能 就給了十條問題 這十條問題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問 所以我現在嘗試講一下 第一條問題 就是學小剃琴最好的年齡 What is the best age to start learning the violin 其實年齡是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都覺得年齡是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才會在網上不斷問 Google 然後才會拿到這個數據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影片 我都說過年齡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當然如果你是零歲 你根本站也不懂得站 或者是你去到某一個年齡 身體再不容許你去正常運作 這個當然不可以 但是沒有一個最好的年齡 曾經也有人問我 如果四歲學得不可以 如果小過四歲學 三歲可以不可以 那我的答案就是 我是未夠四歲學的 那如果你問我小過三歲學得不可以 我覺得好像不可以 因為它連基本的指令都聽不到 聽不明白 那你這麼小去學的時候 怎麼學呢 再加上 小朋友現在 是一般很難 或者我在街上見到的小朋友 我所認識到朋友 他們的子女 就是莫說四歲 就算再大一點 是差不多入小學 就是四五歲 都是集中不了的 集中不了 那你怎麼學小提琴呢 但是剛才我講了兩個字 集中 集中這件事 跟年齡是不是有絕對的關係呢 其實都是因人而異的 只不過在我們的認識 在我們的所知 就覺得我小朋友不能夠集中 所以他們呢 如果未去到一個歲數 他就學不到 其實是沒有這一回事 所以 如果你問我的話 最好的年齡 其實就是當他能夠集中 當他能夠是站定定 很認真地聽別人說話 能夠站到最少半個小時的話呢 那就是他適合學琴的年齡 如果那個年齡是三歲 你覺得他三歲 做到了 那就是三歲他應該學 我小時候學琴的時候呢 我爸爸 我家人不會去問其他人呢 不知道我應該多少歲 給我的子女去學呢 就是從前的父母呢 這一點我覺得 應該是要向我們的長輩去學習 從前的父母呢 是不會有那麼多不肯定的東西 或者是應該有主見 應該很有肯定的事情呢 他們是一點都不會去問其他人的 是很憑直覺 這個直覺呢 在我們現在看 好像是有些不科學 或者甚至有些自私 純粹是因為你喜歡音樂 你小時候沒有學習的機會 而因為這樣 你很想你的下一代是學音樂 是一個出於自己的決定 但是就是這樣 可能其實這樣已經足夠了 你想讓他學 那個就是他自己最佳的年齡 當然了 剛才我都說了 如果他完全沒有學習的 需要的耐性 小小的耐性都沒有 即是連半個小時 十分鐘的耐性都沒有 那確實是難一點 不過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他會不會學一下學一下 是會很專注呢 變得專注呢 如果他這一刻 不是一個能夠站定的小朋友 在家裡練琴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可以督促到他呢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耐 沒錯 父母有沒有這樣的能耐去督促他呢 一定要有一個這樣的人 而這個人我覺得只能夠是父母 是最親的人 哥哥姐姐有時都很難的 工人姐姐更加不用說 長輩 媽媽 爺爺 如果他們能夠帶到小朋友去學琴 這個都是很不容易 但是督促這個任務 是沒有辦法假授於人 所以大家先要答的問題就是 你的小朋友有沒有這樣的耐性 如果他沒有的話 那身為父母的你 有幾大的決心去訓練他們呢 父母能夠負起多少責任呢 還是還是對你來說都不是很大決心 我沒有這樣的能耐去跟他上課 至少在他學習初期的階段 起碼是頭半年 真的要督促他 真的要督促他的 他不練的時候 你不可以用一個很輕鬆的語氣 哎 他真的浪費了些錢 我認識很多朋友 我身邊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紀 他又有兒女 買了一個很漂亮的鋼琴 Yamaha的不知什麼型號 兒子在琴上面亂彈 當然父母是知道他亂彈 然後父母又不理 沒有他辦法了 他不聽 所以 你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又問你 你有多大的能耐 你能不能夠負起父母應有的責任 因為你不做這一部分 是不會有人可以做到的 也千萬不要說 哎呀 阿Sir 阿Missie 你幫我教一下子女 她是不聽人說的 你幫我令到她在自覺的練琴 本來呢 先生是不負責這一部分的 一個星期見你們的子女是一次 而怎能夠憑半個小時上課 是可以叫到你的貴子弟去練琴 是多些練琴 是不可能的 所以都是靠父母 關於年齡的這個問題 其實呢 如果她能夠有耐性 而錯過了這段時候呢 是很可惜 就算是回幼稚園 當她見到越來越多 認識到越來越多朋友 先生的時候呢 這些外界的資訊 和人的互動呢 多少都會令到她們分神 那如果她們不是在一個很早的階段 盡早的階段去學習 你是等到她去幼稚園 差不多完結了 去到小學 那是很難的 尤其是現在的小學呢 很多都是全日制 全日制 學校又做了很多沒用 甚至是塗讀 我是用塗讀 塗讀小朋友的一些工作 什麼group project 讀那些這樣的書 然後你又為了要滿足這些這樣的課程 去逼小朋友去補習 去補這一科 去補第二科 是很難再去學樂器的了 更加不要說學小提琴 所以學小提琴 學音樂 學什麼都是年齡 不是跟她的技能有關 而是年齡背後帶來很多的阻礙 當然是越早越好